台中市有家长向教育局投诉 自己的孩子竟然是遭到班导师用手刀打头 而询问了其他家长 还发现这名老师疑似还曾情绪失控 就把小朋友的水壶丢进了垃圾桶 校方召开了会议 决定要暂时停聘这名教师一个月 并且组成调查小组厘清真相 台中市北屯区这所国小传出有三年级的导师 在管教过程中出现不当行为 不仅把同学的文具弄坏 水壶丢到垃圾桶 甚至有同学指皮肤过敏上课中抓养 也要被惩罚 才九岁的孩童因为身体不舒服 被这样对待 父母好心疼 不仅如此还有两位家长指控 老师用手刀的方式敲打小朋友的头 为人师表下手居然如此之重 校方十六号进行校安通报 十八号又召开校师会议 并由教评会决议暂时停聘该名教师一个月 并组成专案小组调查 这名老师今年八月才调任到这间学校 没想到开学不到一个月就引发争议 虽然班上依旧有不少家长力挺老师教学用心 但即使管教也该在合理范围 校方正积极理清真相 同时也会兼顾孩童的受教权 并持续关心学童的心理状态 要将整件事的伤害增到最低 介织从网上三台中报道